上午8点,蔡斌宣布了最新决定 球迷意外,中国女排崛起加速 朱婷看懂了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在世界女排联赛结束之后 那么咱们中国女排收官以后 主教练蔡斌他所宣布的最新决定 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蔡斌 他的正式摊牌 也是让广大球迷看懂了 蔡斌对于中国女排整体的一个思路 那么也是让我们球迷非常振奋 非常感动 同时让中国女排崛起加速 让朱婷能够在未来回到国家队 有了更多契机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国女排更多喜欢蔡斌的球迷朋友 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女排 聊一聊主教练蔡斌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么众所周知 在本期世界联赛当中 中国女排已经是结束了所有比赛 在昨天收官之战的比赛里 中国女排虽然西败给了土耳其队 但球队仍然拿到了本次世界联赛的驾军 那么这样的一个排名 这样的一个名次也是让中国女排创造了历史 在世界联赛改制之后 也是咱们中国女排最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说本次比赛以后 中国女排是获得了国内一届届的胜赞 包括咱们国内重磅的媒体 那么新华社方面都是去庆祝 中国女排这一次整体的成绩 那么这也就证明目前中国女排的崛起 是非常有效 在本期世界联赛当中 咱们也是处在一个绝对翘楚的位置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比赛以后 其实可能更多球迷认为啊 中国女排的崛起就不成问题了 可能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的球员 因为这次的比赛也会信心大涨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否就证明中国女排已经到达巅峰 已经提前完成了任务呢 实际上呢 在本次比赛结束之后 咱们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蔡斌 他所宣布的一个最新的态度 最新的决定 也是让广大球迷看懂了中国女排目前的处境 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蔡斌 她对于中国女排更大的一个规划 在本次比赛结束以后 那么蔡斌也是接受了国内相关媒体的一个采访 采访当中呢 蔡斌是谈到了世界联赛决赛的这样一个比赛 他表示呢 咱们中国女排在和土耳其的对战当中 打的还是有一些紧 那么如果能够放松一些 我们在场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战术也能够打的更多一些 而与此同时 那么蔡斌呢 也是从自我去总结问题 他表示啊 并不是因为土耳其队在场上 他们打的是多么出色 而是咱们中国女排呢 在这场比赛里 我们打的比较的一般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蔡斌也认为 本期世界联赛是中国女排 很好总结自我的舞台 那么对于目前中国女排所取得的成绩 蔡斌认为啊 目前呢 咱们中国女排 虽然在世界联赛当中 是拿到了亚军 但这并不代表 中国女排已经达到了巅峰 而同样在前期 中国女排遭遇四连败的时候 也并没有跌到谷底 目前中国女排 还是处在一个爬爬的阶段 需要通过这些比赛 继续去总结 继续攀登高峰 那么通过蔡斌教练 他这样的一个摊牌 也就证明啊 目前中国女排呢 我们并没有来到巅峰 而蔡斌呢 他也决定把中国女排 能够带到更高的一个名次 能够在后续的一些比赛当中 带领咱们中国女排 去冲击最终的一个冠军 让中国女排真正达到巅峰 所以说呢 这一次蔡斌 他在中国女排获得良好成绩之后 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一个自满 而是立足于本次世界联赛 中国女排所出现的问题 力争能够在近期得到解决 让中国女排在后续奥运资格赛 在亚运会当中 能够完成更好的一个目标 那么同时 当蔡斌教练能够对于球队 有清晰的思路 当咱们中国女排能够用这样的一个 永不自满的态度去面对未来的话 那么女排他们的上升就只是可待 而同样 那么当朱婷看到中国女排如此好的一个崛起态势 那么也能够让他去真正看懂 让他未来回到中国女排的时间能够提早 最后我们也是期望蔡斌能够带领中国女排 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打出更好的成绩 咱们也是一起祝福中国队啊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只要这里喜欢听 直接聊球的朋友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 各位留言讨论 体育新闻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